本品以模仿母亲心跳的频率,打造多种摇摆幅度,配上多首经典摇篮曲,在烘睡功效上受到许多月子中心的肯定。 而且本体支架还可延伸长度,让宝宝长高后,还是能安稳地平躺,一岁过后则能转为餐饮模式,继续陪伴孩子成长。 顺带一提,其采用吸湿快干且吸震力高的坐垫、头枕,加上推移不费力的静音滚轮等一应俱全,都能看出日本厂牌CAMBI的用心之志,称其为实至名归的理想之选一点也不畏过。 意大利品牌KIKO在母婴用品上取得的傲人成就无需坠言。 以这款安抚摇以为理,简单百搭的配色使,其随意放在家中一角,也能彰显出各位不足的好品味。 其次,多功能电子玩具盘不仅提供多种自然声效和音乐,还能录制30秒的语音音档,令人大呼细节考虑周到。 再加上四段式的角度调整,不论是休息小睡,还是为奶坐立,皆可轻松应对。 而且只需一键操作便可快速折叠,收纳后不占地的体积,意味其增添了不少魅力,难怪可以获得广大家长的支持。 相信常逛各大母婴用品店的家长,对APRIC这个品牌不会感到陌生。 旗下不仅有令人倾心不已的婴儿汽车座椅,还有这款品质卓越的电动餐摇椅,其最大卖点是才逐渐变慢的摇晃节奏取代传统的固定摇摆频率,从而打造出仿若妈妈怀抱的睡眠空间,让宝宝在放松的状态下进入梦乡。 更棒的是,其借由遮罩遮挡99.9%的紫外线,防止宝宝肌肤晒伤之余,还具备丰富的调整灯光功能,用意吻合不同时段的烘睡要求。 另外还有更多不胜美举的特色功能,值得各位买来一试。 不少家长在意电动安抚摇床的使用寿命短,而迟迟无法下手,此时不妨参考这款具备多功能设计的产品。 只要通过拆装配件,就能一次过拥有座椅、提栏、睡床、摇床和摇椅,能够更长久地陪伴孩子。 再者,其提供有舒眠功效的轻柔音乐和安抚玩偶,当爸妈忙于家屋的时候,宝宝也能自得其乐而不会感到无聊。 谎论官方网站亦有详细的安装说明提示,追求遗物,多用又担心不利组装的家长,选这款就对了。 该款以缤纷亮眼的配色与有趣的安抚玩具相结合,足以迅速吸引宝宝的目光,在刺激视觉发展和手部运动上带来让人期待的效果,可说是完美发挥了Playful Toys以儿童玩具出名的特长。 此外,经过精心计算而设计的柔和曲线,能贴合宝宝不同时期的脊椎发展,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 再加上厂商标榜其获得CNS商品检验和CEO盟安全标章认可,安全品质值得大家信赖。 在婴幼儿用品上频频有亮眼表现的Baby Babe,再次以这款电动摇床赢得了台湾家长的欢心。 其透过轻轻的水瓶摇摆晃动,让宝宝安稳入睡。 其次,四个车轮筋为万象转轮的设计,十分方便爸妈们灵活移动。 另一方面,其附赠的睡垫有着相当细致的面料,得以温柔呵护宝宝敏感的肌肤。 而且其背有材质一样细腻的蚊帐,全面保护宝贝免受蚊虫叮咬。 虽然定价偏高,但其实不少网购平台多有优惠,让各位以实惠的价格提高孩子的睡眠品质。 本款视频借着网路上的好口碑,与MIP在地生产的友情牌,在众家长之间颇受瞩目。 首先,其透过较低的床身来打造出稳固的重心,同时它配透气的布料,以及附赠的粮席,安全带和纹帐多种配件,得以提供一个舒适好眠的环境。 而那有着蕾丝装饰的外形,也为产品带来市面上少见的复古风格。 虽然没有音乐播放,治愈玩具等其他附加功能,但仍不失为安抚宝宝的好道具。 提起美国大牌AA Baby,很多人会想到美型食用的婴儿床,但其实它所推出的安抚摇影也令人刮目相看。 这款是受人喜爱的一点,便是它仅有2.6千克的轻巧体积,就算是身材娇小的妈咪也能轻松提寝。 若是放进附送的收纳袋里,便能在外出场和大派用场。 可惜其只有两段倾斜高度调整,无法使姚已达到完全水平的状态。 对于,还不会抬头的宝贝来说,还是不要长时间使用较好,以免造成颈部肌肉疲劳。 因应消费者可能会担心电动摇床的晃动对于宝宝来说太过激烈。 该厂商推出此一商品主打轻微而有节奏的振动,在安抚宝贝不安的情绪上能够大显身手。 此外,亦可以通过定时关闭的功能,实现节省电力的功效。 同时其还备有安心舒缓的音乐夜灯功能,多少能够缓解令家长们烦恼不已的夜间烘睡问题。 若要说不足之处的话,为了确保宝贝的安全,其仅限平躺时使用,若宝宝已会自行坐立,建议另选坐姿也适用的机种为佳。 本系列的一大特色是能够进行360度旋转,以及不同坐卧档位,离地40厘米的设计,能够为小朋友带来更好的视觉景观,也方便各位随时掌握宝宝的状况,进而增进亲子互动的乐趣。 再者,其提供三种类型的摇摆节奏,并可利用蓝牙播放音乐,不至于让宝宝觉得重复单调。 美中不足的是,由于其底盘较大且不能折叠,也许需要较大的空间才能感受本款的过人之处呢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